搭建竹屋 打造石器 围炉烤火 交流技能 你一定想不到都2002年了 居然还有这么原始的生活方式 这些人是被老婆赶出来了吗 开玩笑的啊 其实这是一年一度的中国丛林技能大会 它跟一般的露营还不一样 是一种强调户外知识和技能 利用大自然的一切条件 去享受户外的一种生活方式 说直白一点就是开举一把刀 剩下的装备全都自己造 像竹床 桌子 椅子 甚至杯子碗 当然也少不了各种各样的庇护所 有这种竹子框架结合棚布的 还有我们这种纯用竹子搭建的 还有这种只用竹叶的 非常的野 但多少有点漏风 最离谱的是这几个大哥 甚至建起了歹族的吊脚楼 简直就是一支施工队 除了竹子 今年的另外一个主题 就是打制石器 这是一万年前改变人类的一项技能 有专业的打石师傅 现场教学 只需要左敲敲右敲敲 大概花两三个小时 就能做出这些精美的石刀 切肉非常的好用 制作的过程也非常的解压 不过敲断了的话 那血压就一下上来了 每一件都少不了传统的生活比赛 用碎石 碳布和火熔去进行点火 今年的冠军龙哥 只用26秒就把火升起来了 还有这种比较新颖的 用竹子摩擦发热生火的技能 总的来说 能有机会在丛林里面放肆撒野 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体验 白天搭建 创造 晚上四处串门 围着火炉一起交流丛林的技能 可以说BC大会就是一群热爱生活的人 搭建起来的临时乌托邦 它真的值得被更多的人知道